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模块 Android Health,也就是我们安卓的一个硬件抽象层 第一节课,我们看一下Android Health它的一个概述 这节课呢,我们首先呢,先回顾一下 在前边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内容 然后呢,在此基础上看一下我们Android Health在安卓它整个框架之中的一个位置 接着呢,我们再了解一下Health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需要Health这样一个模块 好,首先呢,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是我们在Android Fieldworks,也就是安卓的框架 讲框架的时候呢,我们学习到的一个框架的图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知道 从上桌下呢,它这块有一个Application Fieldwork应用框架 这里呢,它画的是Banner IPC Proxy 也就是我们的Banner IPC 它这边呢,是直接说的Proxy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Banner它通信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是被隐藏起来的 我们接触的只是它的一个Proxy 也就是Banner通信的一个代理 然后呢,下面就是Android System Service 安卓的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呢,我们也学习了 它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Media Server 一类是System Server 它整体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基于Banner的一个CS架构 也就是这里是我们的客户端 这里呢,是我们的服务端 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的一个通信呢 就是基于Banner IPC这个进程间通信的机制 这整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Android Frameworks 也就是安卓框架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Android Frameworks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主要开始所学的HAL 也就是HAL硬件抽象层 在引键抽象层下面呢 还有一个Linux Channel 也就是Linux密合 那我们的引键抽象层就是位于Linux密合之上 我们Android Frameworks安卓框架之下 它中间这样一个位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HAL是什么 首先看一下Google AI上 它给的一个介绍 这里呢,它是用Hardware Obstruction Library来表示的 首先,它是位于用户空间的一个C或C++的一个库这样一个层级 然后呢,它定义了这个接口 什么接口呢? 安卓所需要硬件驱动来实现的这样一个接口 第三呢,它把安卓平台的一个逻辑和硬件的一个接口 相分离开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Google官网上它的一个介绍 官网上告诉我们 The HAL is a stand interface 也就是HAL是一个标准的接口 什么接口呢? 它允许安卓系统调用到硬件设备的一个驱动层 但是呢,它又不用去考虑更低层次的一个驱动和硬件的一个具体实现 就是在它可以不考虑更低层次的驱动和硬件的一个实现的情况下 就对用到了硬件的一个驱动 然后,它又说了 我们呢,必须实现相应的HAL为我们的指定的一个硬件 然后呢,这些实现的会被编译成一个动态 动态的一个库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它是用户空间的一个C或C加的一个库 也就是它一般是用C或C加加语言所写的 然后呢,它最终会被编译成为一个动态连接库 然后呢,Google告诉我们 安卓呢,它并没有去规定一个标准的接口 在HAL的实现和我们设备驱动这样之间 它没有规定一个接口 所以呢 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自由去选择什么是与要适合我们 但是呢,它这里说了 为了让安卓系统正确的和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硬件交互呢 那我们又必须遵守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呢?就是HAL的框架 它这块定义的一个HAL的interface 就是我们必须去遵守它这块定义的一个接口 也就是说HAL呢 它定义了一个安卓所要求的我们硬件驱动所去实现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通过这个接口呢 它可以把安卓平台的一个逻辑和底层的一个具体的硬件的一个接口 相分离开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HAL所包含的常见的一些组件 常见的它会有像Audio,Camera,Rooty,也就是我们的蓝牙相机音频 DM,还有External Storage,等等等等 Media相关的,TV等等这些和硬件相关的一些常见的HAL中所包含的一些组件 这里呢,我们通过这些介绍就大概知道 还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呢,它可以允许我们的安卓系统直接调用到 在不考虑更底层的一个驱动和硬件的实现的情况下呢 对应到设备驱动这一层 好,下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有HAL这样一个模块 第一个原因,为了统一接口降低依赖 如果没有HAL这一层呢 我们的硬件的接口是Linux Kernel提供的 这样呢,安卓、Filmworks它和Linux Kernel之间呢 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依赖性 为了把安卓的Filmworks呢,和Linux Kernel隔开 来让我们的安卓不至于过度的依赖Linux Kernel呢 就有必要设计一个HAL这样一个层 这样一个层级来提供一个统一的硬件操作接口 第二个原因呢 是为了解决开源和商业应用之间的一个矛盾 这个怎么讲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安卓是基于Linux Kernel所开发的 Linux呢 这里结了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Linux可以说了 ClosedSusLinux Kernel模块 把Irego 就是了 Linux的Linux Kernel模块呢 是违法的 这边还说了 Linux的Linux Kernel模块是不道德的 也就是 Linux主张 代码 开源 因为我们的Linux Kernel呢 它是采用的GPL协议 GPL协议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代码是开放原码的 我们可以自由去使用它 但是呢 它是有版权的 如果我们基于GPL协议的一些原码做了修改呢 我们所修改之后的内容呢 同样也必须把原码开放出来 同时 如果我们的代码引用了 基于GPL协议 原码的一些库 那我们也必须把所引用的这份代码给开放出来 也就是只要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有一行代码引用了基于GPL协议的类库 那我们就必须把整个原码开放出来 那再看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角色 硬件厂商 那我们硬件厂商呢 它出于商业应用的考虑 它肯定是不希望去公开硬件驱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硬件驱动给公开了 它就会很容易泄露它相关的一些硬件的规格了 不泄露它的一些核心的知识产权等等 所以在我们Lex和硬件厂商也就是开源和商业应用这两大制型之间呢 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 那一个要求开放原码 一个不希望开放原码 但是 虽然说我们安卓是基于Lex联合的 它呢 需要也离不开我们硬件厂商的一个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 在开源和商业应用 也就是Lex和硬件厂商之间 它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 就有了一个 Hardware Abstracting Layer 也就是我们的硬件抽象层 安卓呢 它通过一个HAL 来避开Lex kernel所采用的一个GPR的一个协议 来帮助我们的硬件厂商保护自身的一个知识产权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就是主要 把硬件厂商的一些核心的硬件的一些操作的动作放在Hardware Abstracting Layer 这个就是我们的HAL这一层 而在Lex kernel这块呢 只留下一些对L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读写的操作 而我们的HAL呢 它是基于一个Apache这样一个开源协议呢 在这里呢 我们硬件厂商所写的原码 就可以选择不公开而只以二进制的一个形式提供出来 这样 硬件厂商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知识产权 它就可以得到了一个保护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同样 Google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用户空间的HAL 这里为什么会说一个user space就是用户空间的HAL呢 就是相对来说 Lex kernel是我们的内核空间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用户空间 所以说 也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在用户空间的一个驱动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HAL 三个原因 第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一些组件都有标准的内核驱动的一个接口 第二个呢 内核里边的driver 是 一个是内核里边的驱动是采用GPL协议的 这样呢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原码开放出来 以后就会暴露我们的一个知识产权 第三个呢 他还说了 安卓对于硬件驱动呢 会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需求 基于这上面的三个原因 我们设计了一个hardware object layer 也就是HAL的一层 同样我们要说明的一点呢 安卓通过设计了一个HAL这一层呢 他成功的解决了一个开源和商业之间 怎样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矛盾 目前来说呢 也是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成功 但是他这种方式呢 也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刚开始呢 Android是作为Linx的一个分支来出现的 后来呢 就是因为Linx一机会呢 他发现Android他不按套路出牌 总是存在一个走后门去避开GPL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呢 后来就已经把Android从Linx的一个分支给剃除出去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安卓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并不是一个开源的平台 就是原因所在 好我们还有的概述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来吧 再来就讲到消息 先说是Б兽 我来讲 我们来讲 是副